很多東西就是 你也不能夠 豬九竹嘛 是不是 覺得小燕姐有一點恥於之殃 大家因為這個事情 我就忘記了這個人 對於台灣電視的貢獻 對於她幫助了這麼多人 溫暖了這麼多的人 把這些貢獻都抹煞了 我覺得這就不應該了 包括黃紫椒的交割嗎 我們都用正面的態度 去看每一個事情 我意思是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 當藝人本來就是 工作人物被很多事情 都被大家放大 那就像我的事情是一樣 你們也知道 我這這麼多年 我承受多少的 這種我們講 閒言閒語 或者是流言蜚語 但是我們就面對嘛 沒有做的事情 我們就是沒有做 有的做你也跑不掉 我常常講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現在在台灣 到處都是攝影機 到處大家都有手機 你跑都跑不掉 所以台灣全世界 犯罪力 抓犯人抓最快 你們記得 那時候在林森北路 有燒市面服務 那天下雨天 騎摩托車 全人穿雨衣 全部隔天抓到了 多厲害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講說 在台灣現在要犯罪 是真的想清楚 好好做人 因為真的 台灣第一個地方小 地下人仇 任何事情都會留下記憶 那會不會覺得小燕姐 就是蠻可憐 因為蕭哥這樣受錢 對啦 我們就講嘛 很多東西就是 你也不能夠租酒足嘛 是不是 每一個事情都 這個 我們講個人 人家說 個人做的事情 個人要去承擔嘛 是不是 那當然就是 我講說 輿論啊 或者是 我們講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 對不對 你也堵不住每一個人嘴啊 有人愛講 有人 有人同行 都有吧 不可能一百人 就像我常常講 你不可能一百人都喜歡我 對不對 可以有六十人討厭 我四十個喜歡我 或五十個喜歡 五十個討厭 那我再乎什麼 人生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每一個做志祺就好了 我覺得 小燕姐有一點恥於之殃 好像 大家因為這個事情 我就忘記了這個人 對於台灣電視的貢獻 對於她 她幫助了這麼多人 溫暖了這麼多的人 把這些貢獻都抹殺了 我覺得這就不應該了 有 有 都有繼續在聯絡 就像他們現在轉隊 但其實我們都有持續訊息 像是 他也都會密我 或是 在拉隊 像他去龍隊的時候 然後就怕他會 有失禮 所以那時候有 就是 請那邊的朋友們 要多多照顧他 所以他現在也就是 有過得比較 就是 適應了一點這樣 那會心疼通常被酸民說 就是他們轉戰以後 人氣下滑 心疼是 一定會 因為多會他自己 其實還蠻難過的 所以對於很多的負面行為 那 就是 請他不要太放在心上 專心做好 他自己的拉拉隊的工作 相信他可以很快的度過 這波 難題 那你都會有跟你抱怨說 他就是 新聞很多流言蜚語 讓他很難過 他有說 他有在line上面說 他很難過 然後他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他有問我怎麼辦 那我也跟他說 欸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種事情 新聞就是讓他慢慢過去 然後你只要做好 專心做好 你拉拉隊的事情 然後 因為他很有活力 然後又很正向 所以我覺得他持續保持 他這個面向一定會 越來越好的